欸你爸媽很愛算命欸 難怪你爸有給你喝腐水 其實後來發現不是我爸 是腐水但其實不是我爸 那是誰 我挑戰全台灣所有特種部隊 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 但我現在就跟你們講 我以後要當傭兵了 歡迎任何叫我白痴的人 或是看不起我的 來上台跟我打一場 如果覺得說我只會打架 我告訴你 你等著看我之後研發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們會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最好全部都可以跪舔我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一次接受那麼多人跪著舔你嗎 你受得了嗎 可以啊 因為這白痴就要跟我道歉啊 我可以做一個完整的精神鑑定科報告 鑑定我是個正常人 當然啊 我只能說我真的對闖入別人家 真的是很抱歉這樣 我認真跟那個屋主道歉過 我是有給屋主錢的欸兄弟 你說你那個在泰國那個民宅嗎 欸對啊 就你到了他家之後 然後他報警之後 你就有給他一點錢這樣 對就是真的要賠償這樣 因為他有被嚇到啦 突然有陌生人跑進來這樣 就是我在泰國其實算是一個打工的概念這樣 嗯 什麼樣打工 就是做觀光業 喔你也有在泰國從事觀光業 有啊 喔你的事業做很大呢 跨國企業呢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說 哇塞 你們只是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不代表我就是新聞上認定的那種人 OK 我知道美國是說可以自己持有槍的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去美國監獄啊 沒有人跟我說這件事情是不OK的這樣 然後拔場的人也沒跟我說是不OK的 所以事實上是違法的只是你不知道 欸對然後其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那種 譬如說法律這麼厚保 他可能在其中一頁啊一個很細的項目 誰會知道說真的 誰會知道 因為在美國你就可以在網站上可能就直接訂啊 就寄到你家 個人認為從我泰國回來以後 我沒有犯任何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犯錯 就是在犯錯當中學習 而且你當時就會買這些 我在美國可能的確是犯那些錯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開錯玩笑了 我挑戰全台灣所有特種部隊 誰敢上來跟我打 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 但我現在就跟你們講 我以後要當傭兵的 任何特種部隊 對任何特種教官歡迎 那你敢挑戰館長嗎 當然 你覺得你打得贏館長嗎 就像父子打架一樣 我要打是不是也要先做出一個成績 才可以打 而且其實我更喜歡私下打沒有攝影機的那種 因為這不是一個秀 這叫Respect 那你有改過很多名字耶 你以前小時候叫孫華吧 對 那你改叫安佐游也有典故嗎 是的啊也是我爸媽算的吧 你爸媽很愛算命耶 難怪你爸要給你喝腐水 其實後來發現不是我爸 剛那不是腐水喔是腐水 是腐水但其實不是我爸 那是誰 我還是別說了好了 我不能講的人 不能說出名字而已 就是說了也沒什麼好處 只是知道更多就是紛爭 然後記者又拿去亂操 又搞得好像我想要吵架還怎麼樣 可是我有問題耶 你怎麼知道那是腐水 你只是喝起來味道怪怪的 因為後來被就是證實 有被有確定是那是腐水 有確定是那是腐水 那你生氣的點是不是 因為你去泰國學佛救 他竟然給你喝那種道教的腐水 宗教問題 沒有其實我是覺得說 你要我喝沒關係 但你可以直接跟我說 這是腐水安佐你喝 然後我說喔好我現在喝 還可以加點調味這樣子 覺得太難喝了 我覺得很苦耶 可以加點糖水